谎言重复千遍也还是谎言 我想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 关于美方个别政客 不断指责中国没有及时分享信息不透明 延误导致疫情扩散 我们已经多次详细介绍了中方应对疫情的时间线 事实一清二楚 美方处理这场危机究竟怎么样 美国国内有很多的报道和讨论 美国人民也有切身的体会 也有不少质疑 并担忧美国政府是否及时有效应对疫情的声音 我们希望美方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及时回应本国人民的关切 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维护好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而不是一味的甩锅推责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